说起袁世凯,相信很多朋友都会觉得他是一个卖国贼,但实际上袁世凯并没有实际做出卖国的行为,相反对于中国的主权问题上,他还对中国的统一做出了不小的贡献。 而他毕生最为让人诟病的恐怕就是他的思想过于腐朽,因为当时中国已经迎来民主的曙光的时候,袁世凯却还在做着他的皇帝梦,窃取中华民国的革命成果,在北京重新建立起皇帝的称号,这恐怕是他这一生最大的失败了。 可能很多人对于袁世凯签订的21条非常不满,因为在条约中,中国对日本做出了很大的让步,每条都能使袁世凯留下千古骂名,然而很多人不知道的是21条真正受益的却是中国。 虽说是21条,但实际条约却只有12条,而且通过袁世凯政府与日本的协商调解,使得很多条约中的内容的解释权,全都归中方所有。 也就是说,在与日本的打交道过程中,袁世凯是占据了主动地位的,袁世凯还在21条要求签订后深刻体会国力不足,只能被霸凌的屈辱,于是下令将5月9日列为国耻纪念日。 袁世凯对日本的抵抗和敌对,让日本认为,近代中国30年来,日本第一大敌意竟是袁世凯。 他让丁福元撰写了一本书,叫《中日将射失败史》印刷了5万册。 密存山东模范监狱中,袁世凯谢氏之日,有人在他的书案上发现了他亲笔书写的一句话,为日本驱一大敌,看中国再造共和。 到处了。